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來 現場的朋友 謝謝媒體的朋友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首先我要特別謝謝 我堅定的夥伴 華儀兄弟 在去年的這個時候 投資者全部都撤資了 只有他們在 大陸市場 並不一定能夠上片的情況之下 仍然堅定的支持我 支持這部電影 非常謝謝 也謝謝影藝製作所 能綠影業 東方數字娛樂 以及威望國際 謝謝你們的支持 才有這部電影 那我要很謝謝我媽媽 因為這部電影 是獻給你們這一整代人的 你們顛沛流離 你們的付出 你們的辛苦 才有今天的台灣 謝謝小魏 謝謝馬志祥 謝謝石頭 謝謝太子幫 謝謝所有來現場支持我們的朋友 那 我要特別謝謝侯孝賢導演 大家都知道 我從16歲跟著他拍戲 在他身上我學到了非常多 他啟蒙了我 他因為他的形式風格 讓我知道 一個導演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 這是我終身要盡力去追求過 這次在我創作遇到瓶頸 非常焦慮的時刻 我請他來看片 他二話不說 就來幫我剪接 就來幫我剪接 放下了他正在趕工的念飲料 我非常地謝謝侯道 謝謝侯道 我們的剪接指導 也是我們的大貴人 謝謝 最後特別謝謝我們 我們的團隊 包括負責我們行銷的華納 十位民間生 我最好的夥伴 謝謝原子 謝謝紅豆 謝謝一人堂 謝謝三合一 我要謝謝我們最優秀的團隊 所有的演職員們 我們參風露宿 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之下 一起面對那個時代 支持彼此 勇敢地拍出了一部電影 那我很想跟你們說 不管結果如何 這美好的一仗 我們已經打過了 在日後 我相信 不會有人把我們當作 自私自利的電影人 而是認真勇敢的電影人 因為我們透過我們的作品 為這個世界留下了一些聲 謝謝 非常的感動 我想大家對於 《紐春泽鬥島》 一定在這一次 又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當然真的要謝謝很多的貴人 其實我們也看到像 《五月天的石頭》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太子幫》 然後參與演出的《小夏》等等 大家都盡了全力 來完成這一部 非常重要的劇作 我們的演員